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要有身材 身材 身材 什么时候开始 为什么事情而喜欢上 小时候喜欢披着床单到处跑 就把自己当仙女了 小时候老婆 然后后来觉得真的就是汉服这个衣服就是满足了 我觉得就是那种漂亮的那种飘逸的样子 那你要求你身边的人也这么穿吗 不不不 你男朋友要求这么穿吗 不不不 不要求 那万一你男朋友不喜欢你这样穿你可以改掉吗 不可以 他可以换一个女朋友 爱到了 就爱到了这种地步是吧 这是爱好吗 他如果喜欢游戏买皮肤我也不会拦他的 是是是是 再次有没有明朝的音乐让他走个秀啊 你来一点点吧 睡一下 来点音乐 你看他在台上多活泼 然后他马上那个走起那路了就装得好娴淑的样子 而且而且穿这种服装就行李就感觉特别舒服 对 所以张愉你穿这衣服是不是显得你很温柔吗 呃有内心的这种向往 这个跟那个应聘有什么关系啊 呃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各位就是老板能够看到我真实的喜欢的爱好 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 就是有人有爱好就有信仰 我觉得 你上班这样穿吗 呃不我穿正装因为金融类有要求 那接下来咱是换装继续应聘还是就穿成这样啊 呃现在穿成这样吧 呃好 说说这个金融的工作你到底面试的是什么岗位 呃分析室助理 那你做过分析室的工作没有 呃没有 所以想从助理开始 从助理开始 你实习的工作当中没有与金融类相关的吗 有我在银行实习过也在证券实习过 哎呀你你说这银行证券我看你这衣服好不适应 我看他穿这衣服去银行去证券 你看他脸他脸很可爱 行行行 你你你有你有背景资料吗 有PPT吗 呃我有PPT 哎呀明朝的人也做PPT啊 呃我的PPT是呃关于我的生活的 这个是就是我比较喜欢旅行吗 刚刚向大家介绍过 就是呃这是我去过的城市 就我点亮的都是我去过的地方 然后旁边是我这个写的邮寄 就是我喜欢旅行也喜欢记录 然后大概有这篇邮寄室有两万多人 就是去呃观看了已经 然后我特别喜欢读书 就是这是我2018年的书单 然后偶尔我也会写一些读后感 然后是在我们学校图书馆的 那个刊物上有过发表的 这蛮好啊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的一个 个人能力的一个提前吧 就是我参加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 然后作为团队负责人 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立项 然后这个当时是在那个 我们学校的校友会 然后做的主持 当时是入会 啊 这个跟金融可没啥关系啊 呃 你面试的是金融类的 对对 对呀 你在线下有没有投过类似的简历 呃 还没有 那你今天觉得我们这儿有哪个企业可能有金融类的工作岗位呢 呃 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黑洞资本 你要求薪资多少 呃 就是助理的话四千家吧 有地域限制吗 我希望在北京上海深圳 呃 我考了真从这正就是那种那个正书类的 然后就是呃我的性格的话也比较适合就是跟人交际 就是跟人交际我不是很害怕 就是也可以跟客户更好的打好关系 其实你跟这个金融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很远的距离的 就我觉得你可能对你自己的定位和认知 其实是不够清晰的 呃你的 因为金融学是个大学科 其实你云打交道 可能比如说销售市场 它都是云打交道 跟经济都挂钩 但并不是像你说到一定要到去金融公司 或投资公司 或者是银行 它才属于你的这个范畴 哎 既然你是学金融的又特别喜欢历史 什么时候中国开始有了钱庄啊 呃 呃 好像是 北宋 出现的第一家钱号叫什么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对 哎 你能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说 每一个朝代的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历史 啊 有点难度 刚才托老师说你喜欢汉服 对 然后但是又对于财经的不太熟 那我如果说我评价你只是徒有其表 你怎么回应 嗯 我觉得老师说的对 因为我肯定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去学习的 所以我今天站上了这个舞台 我想学到更多 呃 但是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内部都会有这种商业分析的部门 嗯 有这种商业分析需求 嗯 但是他会更专注在某一个行业内 嗯 然后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 定时着去搜集这种市场行情和变化 嗯 然后给业务部门来提供支持 更像是一个项目助理或者是业务助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咱们在座的很多企业 也许会有类似的职位 嗯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岗上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 未来也有机会进到你说明的行业 愿意调整吗 呃 愿意 我觉得行业分析是很好的一个 实际 实习工作嘛 一切皆有可能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两个 意外吗 呃 不意外 和你穿的衣服有关吗 呃 呃 也许有关吧 天生我有猜 天生我有猜 天生我有猜准备了什么 呃 是一段视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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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跟你求职有啥关系 对啊 嗯 你又不你又不求职短视频制作 啊 对 你又不是求职服装设计 是 你整个今天是来 啊 也不是求职模特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 我今天是来求职金融行业 不对 表现自己 这是一个求职动作 那你准备的东西可以展示 但是不要把这个时间的权重和这个偏移了 我觉得你可以百分之十的时间的展示你的汉服的百分之九十时间都是笨的这个目标来的 因为全场就一家企业 你应该更加清楚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是有岗位给你的 因为我觉得本身我们活动行业这两年复古风刮得很热 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策划和执行方面是需要一些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小伙伴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说你对于这个事有什么理解 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姑娘可能别人去买一些一些其他的这种就是潮牌 可能只是她汉服对于来说像一个潮牌一样 我等着你反驳我啊 就是我想知道你对她背后的这个历史故事 然后来龙去脉是怎么想的 然后以及你怎么理解的和她未来怎么能够用在你的工作上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穿这件衣服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明显的中缝 这条中缝是不是故意就是因为比如说衣服缝不了了 我在这缝一条中缝 我们的先辈为了告诉我们做人要中正正直 所以在衣服的前和后都是有一个一条中缝的 这是所有汉服的一个通用特点 姑娘我觉得是这样打断一下 咱们不要就汉服的服装在第二个环节再去问了 我觉得第一个环节咱们展示一下就够了 第二个环节是考你的职场技能 如果面试这个一步步下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它在真正的职场能力的准备 其实还没有在汉服这个上面花的时间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你展示过多的是你的兴趣爱好 虽然这个很好 我觉得能突出你的一些个人特色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 你想要的未来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你愿意为它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在证券公司实习的时候连续三个月 每天早六点起床 然后九点回家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每天都收获很大 好 来看一下她的社交数据解读 张月是一个非常可爱漂亮的女孩 她有一个很专一的爱好 那就是穿汉服 而且穿上汉服的她格外好看哟 平时张月也会在平台上 关注各种关于汉服的新闻 除此之外 她还喜欢看一些搞笑的内容 来 第二轮选择取过来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弹琴不上感觉 金融都没留下来 一个做活动的 一个卖机械机械的 四仙 四仙 薪酬要谈吗 我想谈谈未来职业规划 是一个对生活很有热情的孩子 所以在我们这个晋升岗位 是从助理 然后到专员 到主管 到经理 然后到总监 这样一条晋升岗位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 外部的一些信息和数据 所以我们有专门 这样的一个分析岗位 我觉得你身上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那么未来的话 其实我也想看看 一段时间以后 也许你可能会在内部 进行一些转岗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看到如果真的 她是喜欢中国文化 喜欢汉服 其实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其实中国有很多 传统精美的东西 是值得传送的 像那个溜金的簪子呀 一些景泰兰的 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东西 年轻人应该喜欢 这些传统的东西 对 所以她的这种现象 其实我是支持的 来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铁甲网 铁甲网 银朗文化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谢谢再见 她压根不是来找 其实她的这个结果 我一点都不意外 她是来走秀的 对 我和张卫谦 根本就不是来找工作 虽然我也四川人 就我们都被洗刷了 我们被吸刷了 被吸刷了 其实爱好跟专业方面 是由一个很大的鸿沟的 你的爱好是 可能是花钱 但是你的职业 是需要靠这个东西 去赚钱的 那么这里面 花钱和赚钱之间 你所产生的这种 差距是巨大的 如果说你只是 我喜欢就好了 那么你在这个厂商 可能没有找 没有机会找到 更多的机会 她没有做好任何 不是啊 技能的准备 我认为她是一个 有热爱的人 有兴趣的人 刚才打出来的PPT 也是喜欢张罗的人 在这些上面 我有这个岗位 我就是品配的职 她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你们的大门太低了呀 太奇怪了 你今天杂的有点不对的 我觉得这个姑娘 今天说实话 还是真的职事先的 不是 我觉得这姑娘赤职 如果她今天选择了 任何一家都没问题 因为你们愿意给 她愿意拿 可是姑娘根本就不在意你们 人家就是来秀一下的 就显得我们人傻钱多 我觉得咱们引导了一个 很坏的风气 图里老师也说过 在台上 显得我们这些人特别傻 只要上来个人 稍微有点优点 都给岗位 都给很高的薪水 好歹尊重一下我们自己吧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她其实前面一直强调一点 她一直说我爱好是爱好 我专业是专业 而且她的目的很明确 她一直说要金融 但是杨蓉已经给她灭了以后 她我觉得她说谢谢再见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说了 她有一半是穿着汉服来 参与一个节目尝试一下 有一半是冲着杨蓉来 对吧 她其实求知欲望 没有那么的强力 仅此而已 赞同 谢谢 我觉得我在台上的表现的话 可能才毕业 然后就很多东西都没有准备 尤其是老师们说的职场技能 我确实应该 再更多地展现我的职场技能 而不是个人爱好 来我们